高雄市立图书馆总管继夺得了第一届教育部图书馆事业贡献奖标杆图书馆之后 草牙分馆永夺第二届标杆图书馆奖 由于草牙分馆是高雄市第一座乐林长照主题图书馆 善加运用分馆与社区连结 发挥在地服务与创新服务的精神 获得了评审青睐 无论是为乐林长辈举办主题特展 还是结合市制长辈照护协会 展出艺术治疗成果 有鉴于高雄市在2025年即将进入超高零社会 将市立图书馆草牙分馆建置为乐林长照图书馆 由于善加运用分馆与社区的连结 发挥在地服务与创新服务的精神 获得第二届全国标杆图书馆奖的肯定 我们自从设立了乐林主题图书馆之后 也规划了各式各样的活动 那这次评审他们看到了我们针对这个乐林族群 一个用心的规划 所以才把奖项的部分让我们做了一个肯定 我们会尽量可以让族群它是共融的 今天在规划乐林的区块 我们会想要把小朋友的部分跟他家人的部分 一起去做一个方案一起 像是经营共学 老少共学 这些都把它拿进去 高士图总管在首届图书馆事业贡献奖 夺下标杆图书馆奖后 在教育部及国家图书馆的支持下 金仲和区位盘点 打造草芽分馆成为高雄第一座热林长照主题图书馆 并结合医疗与阅读推广 让长辈可以在最熟悉的社区中 体验到最适宜的专属服务 在课程的规划上面 我们除了主题以外 我们会考量到长者的一个身心灵 所以会跟讲师特别去讨论说 要怎么样去规划 让长者在活动中间 他是可以比较舒服的去得到课程的知识 然后接受里头的内容 像我们曾经有开过乐高课程 那乐高大家一般会想说 他是给小朋友玩的 但是我们是特别针对热林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那长辈他在做乐高的一个堆叠的时候 我们同时也请他去分享说 他的一个生命经验 那其实他是比较属于心灵层面的一个活动 高仕途表示 草芽分馆透过阅读量能 为在地提供最适切的热林服务 2022年获得卫生福利部 贡劳奖殊荣 本次在与全国多所管设中脱颖而出 获得标杆肯定 成为全国指标性的学习开模 года 정도呢 7 2 8 1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